端午节将近 张河社区特别与台湾外籍配偶福利发展协会合作 带着新住民来社区跟婆婆妈妈学包粽子 让新住民们融入台湾的生活 现场气氛是相当的温馨 这次谈和市区的长辈 来到这里教新住民如何包粽子 新住民都非常认真学习 对他们来说也是特别的经验 希望未来有更多新住民 一起加入参与活动 我们这一群的新住民姐妹 来台湾都已经生根差不多都20年了 跟社区集合在一起来办这个包粽子的活动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粽子包出来 我们还会去捐赠给一些弱势的团体 其实新住民在台湾来讲 已经都已经融入了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度 我想我自己觉得 彩虹的美丽在于多色的共存 人生的美丽在于多元的共融 那希望未来我们新住民可以在台湾 可以跟相亲融合在一起 经常带志工参加 就和社区的那个长辈们在一起 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然后给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包粽子的话我们也是经常会有的 家在这里就是那个 这边的媳妇我们也会融入这里的一些民俗生活什么的 以前我没包过 以前没包过 但是就是和这个社区的这些长辈们在一起 以后就跟他们学 就慢慢地跟他们学 现在就是也会了 只是不是很好 不是很漂亮 说到端午节就会想到吃粽子 所以张河社区结合台湾未及配偶福利发展协会 带着新住民来到社区 跟着婆婆妈妈们学习包粽子 让他们体验台湾的习俗 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新住民 跟我们社区的祭典的长辈 大家一起来绑肉掌 因为这个肉掌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俗 我们新住民 他刚刚看他们跟我们这些长辈 扔一个鹅 看得很高兴 他也很高兴 所以这是我们特成的目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说能够 以一种融合的方式 大家来到这里 对我们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尤其对我们的家庭 应该都有正面的影响 希望这个方式 这个活动 可以以后继续来办 大家同欢庆 很高兴他们新住民能够融入 我们的习俗 我们台湾的习俗真的很高兴 我们的藏合离新住民非常多 只是今天来的不很多 可是我是希望以后 越来越多的新住民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欢庆我们的段路节 真的感到非常高兴 我感谢这个新住民 来跟江河社区合作 江河社区这里的 李甘叔和这里的助攻 大家真正严重 让我们江河社区 让这些老人 可以过节 我们有节快乐 张河市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 社区希望透过活动 让他们与当地长辈接触 除了融入台湾生活之外 也拉近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距离